2019彰化縣政府馬拉松嘉年華活動 將於10月至12月期間舉辦共7場馬拉松賽事 彰化縣長王惠美熱誠邀請國內外朋友 一起來彰化跑步體驗半線的人文風光 那這7場呢常常都非常的精彩 有跟產業結合有跟親子結合 有跟我們地方的人文風情社團總動員 讓我們來參加馬拉松的朋友們 能夠體會到我們彰化的這個人民的一個熱情 體會到我們田野的一個風景 那我們預估總共的活動會有4萬以上的人口 那會有創造我們1.2億以上的一個產值 那就是希望把彰化的好 彰化的美 彰化的產業博物館等等的小旅行 都能夠行銷出去 歡迎大家10月到12月 再會來我們彰化來表演 今年彰化馬拉松嘉年華總共有7場 然後我至少會去參加3場 包括天中馬拉松 二水馬拉松 還有陸港馬拉松 那歡迎大家加入我的行列 其他的場次我覺得也是每一場都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呢我們可以一起來感受彰化的好人情 還有好風情 那大家來到這個馬拉松的現場 如果看到我的話 請跟上 好不好 希望大家一起來加油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方文玲 今年呢 我要參加的是田中馬 那去年我已經參加過田中的出版馬 那今年呢 預計要跑全馬 那我覺得彰化所辦的馬拉松呢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大家也都極力在報名 那現在還有一些名額 歡迎大家一起來感受我們彰化鄉親的熱情 2019彰化縣政府馬拉松加年華活動 將吸引海內外約4萬位選手參賽 帶動彰化運動經濟1.2億元產值 彰化縣政府為方便跑者一次報名多場次賽事 特別在官網開設聯合報名專區 歡迎大家從7月19日開始踴躍報名 詳情可至各賽事官網或2019彰化縣政府馬拉松加年華官網瀏覽 公益頻道許惟珍 台北採訪報導